大脚新讯息 2023年3月的能量 你们好 我们是大脚新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大家联系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则非常令人愉快的消息 我们来跟你们谈一谈2023年3月的能量 现在是你们所有人为意识转变的完成而做准备的时候了 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它将在明天或下个月甚至明年发生 从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你们将不得不跳转到一个大不相同的时间线 以便在短时间内完成它 正如我们刚刚举例的那样 然而 尽管如此 目前的一切都是关于完成人类意识的转变 其中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是放下你们在此生和你们在地球上生活过的其他生事中 一路拾取的第三维度的执念 因此 三月的能量非常支持你们对沉重的执念的最终释放 我们谈论的是对任何事物的执念 甚至是对童话般浪漫的执念 我们谈论的是你们对银行里有很多钱的执念 或者你们对处于意识进化运动前列的执念 你们可能对某件很有意义的是有执念 比如想要尽可能地治愈更多的人 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情绪上 这仍然可以是一种执念 与此相反 如果你们为每个需要治愈的人多留有空间 以便那些人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疗愈 那么你们就不会执着于在那种情况下成为治疗者 所以 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做 是如何削弱了你们对那种特定场景的执念 在这一点上 一切都是关于放手 而你们主要要去放手的是观点 信念 身份 那些在第五维度中没有立足之地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 他们挫厌你们 使你们保持在第三维度的振动中 目前 你们中的一些人将通过切实地显化某个愿望 而释放你们对那个第三维度欲望的执念 然后你们会意识到 拥有你们想要的并不是这段旅程的全部 它从来都不是 你们正在进行的这段旅程 是关于提高你们的意识水平 你们将继续一整天都有机会这样做 每一天都有机会这样做 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月里 你们将从你们在更高疆域的朋友这里 得到更多的支持 他们总是寻求以各种方式帮助你们 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知道在地球上产生一种执念 是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看到执念每天都在你们的星球上诞生 我们认识到他们有怎样的诱惑力 甚至对你们这些灵性上觉醒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灵性上是觉醒的 比地球上任何时候都多 你们在意识进化运动中引领人们的方法之一 就是放下那些执念 就像我们先前说过的 即使是成为这场运动中的引路者 也会成为一种执念 如果你们认为那必须是你们自己的话 要认识到每个人当前都在完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种认知会让你们达到更高的意识水平 然后你们可以享受 你们从那些指引和教导你们的人那里得到的东西 你们眼下对此感到知足就好了 你们终将扬生 而此生将是你们完成这件事的一生 记住这一点 但也不要认为第三维度和所有第三维度的方式都在你们之下 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你们去体验 去享受 让你们去释放 对那些你们觉得不那么愉快的事情的抗拒 但是当前在你们的生活中 和你们的世界里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催化剂 以帮助你们达到那种更高的意识水平 我们知道 整个三月提供给你们的能量 将极大的帮助你们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して中国一位了 我们 Eastern Food 以 Wars 一起的心 stipend 您是这么高兴 the